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我是袁大明 今晚很高兴 能够和大家一起 在香港人民广播电台 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香港的问题 我们这个香港出路的节目 目的是希望和香港找到一条出路 真真正正能够解决到的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 一起批评一下一些事情 某人某事对处理的不当的地方 大家发示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和大家深入点 探讨一些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是当事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点打电话来 或者ICQ 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这个电话是23854492 23854492 而ICQ都是308084705 好了 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 马国辉先生 大家好 我们今晚会讨论 关于一些医疗保险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香港医疗保险这个问题 在香港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为什么我们今晚又会说起来呢 原来香港最近在报道报纸上 看到有关一些医疗保险公司 被医院委会轻炸他 说他们向医生作出很多的限制 说医疗保险公司算死草 首先我明天看看马国辉先生 现在的传媒有什么报道在这方面呢 其实这件事是在8月1号的 那第二天医务委员会开了那个记者招待会之后呢 就有一个头条出来了 就叫做看病禄不准 那了解一下情况其实都挺夸张的 原来他那个保险公司呢 就和那些医生签的合约里面呢 就有六个限制 就是因为要是个成本问题 就是个利润的问题 那六个限制呢 就是专科福请比率 普通科福请比率 和转介比率 化验、药服、药物、处方种种呢 都有很多限制在那里的 那医务委员会就觉得 这件事呢 就和他们本身那个专业操守呢 就是以那个病人的利益为大前提呢 有一个很强烈的冲突 那就呼吁一些医生 如果那个条款是不合理 就不要签的 那你说那些限制呢 其实他有没有具体讲起来 就是怎样的限制法呢 其实他都有的 他说专科福请比率 就不准高于15个百分比 普通科福请比率 就不准高于10个百分比 专科转介比率 不准高于10个百分比 化验转介比率 不准高于5个百分比 和药物处方比率 是不准高于5个百分比 那就是说如果你去到看病 你本身可能需要专科介绍 但是他本身已经 那个数字已经满了 他就不可以转介 那这个也是一个 挺严重的问题 应该都病的健康 那其实在那个保险公司呢 他们说是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guide line 就是一个指引而已 他都不会说死板板 但到某个数字呢 你就完全不准 其实是 估计就是通常呢 如果你这位医生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转介率 或者是复诊率 是特别高的 那他就会觉得 就是要大家 谈一下 没错了 但是如果其实 阿doctor 如果他 这样 给了一个 这样的 设限在那里呢 会不会对医生 做成一个压力呢 他本身可能他要因为 因为撕一些quota 而是犧牲了一些病的利益呢 那 我也都看到呢 他又说呢 他说呢 他还要呢 他希望呢 当然呢 最终的目的呢 是将那个 诊证的成本呢 是 就做得越低越好 那我看的资料呢 他说呢 是 最好是少过三十元一次 是啊 那就是 你看医生呢 那个医生的 就是 那个保险公司的成本呢 就是最好呢 就是不会多过三十元的 没错 那 还有一个 我看到有些 不是很了解 譬如药物处方方面呢 是少过五个百分比 那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到这件事呢 可以这么说呢 香港的医疗的风气 那个医生的作风呢 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一般香港人呢 去看医生呢 如果你不准备他呢 他觉得你是没有做过做些事情的 就是不像好像外国 加拿大 美国 很多时候呢 医生呢 譬如你伤风感冒呢 他都觉得你是没什么真真正正的 有效的腮弱呢 他只不过叫你 就是普通来的伤风感冒而已 不用担心 喝点水休息 那这个在外国呢 我知道是常有的 反而呢 在亚洲国家 香港啊 我说台湾呢 你不帮他打针呢 他都觉得你是疏忽了的 那如果你说呢 如果他真的 医生能够做到呢 百分之五个时间呢 是开药 而其他不开药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呢 很可能呢 对香港人的健康呢 是一个很好的效应 那就是香港的病人 都要改变一下他们自己的 那个看东西的方式 那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那是不是呢 他们的经验 就是那个保衍公司呢 当然保衍公司背后有很多 医生的顾问的 就是他不会强行做那些 这样的数据 为什么十个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呢 那这样 为什么他只是准提一次呢 十五个百分之不需要复诊呢 那我相信他背后 他一定是做过这一方面的 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的 那他觉得呢 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医生里面呢 他真的需要复诊 不断地看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 都去过那些小毛病啊 伤风感冒啊 那可能这些这样的毛病呢 根本就是 既然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削弱呢 那最好的建议呢 都是不要开药啦 叫他回去休息啊 就是多喝点水啊 靠置去 是的 那但是呢 其实这个可能是正确的 就是我相信 这个保衍公司 能够做出这样的指引呢 背后不会说 完全没有根据 完全只是经济立场去看的 那但当然了 这种这样的做法 跟香港的一般的医生呢 是根本是很不同的 那你就都看到了 那那个医生 最主要是那个医务委员会 是吗 那他们是直接 就是说出这个问题的 那他医务委员会有些什么呢 就是有些什么 就是他有些什么 听过好像 他有说医生 如果你是不是说 如果你继续签约呢 如果你违反了专业措手 就可能会被吊销执照 他说这个 这个签了约不是一个抗辩的理由 而那个医生的操守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排第一 其实医生的操守 当然就是要保障病人的利益 但是看回来 他的报道就说 他全港6000个医生里面 有2200个医生 就跟这间保障公司 就签了合约 是的 而其中有些医生也都说 因为他那个保障公司的客户 是 数量不少的 所以他就担心 如果是退出了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意 某程度上 就是会看到那个问题的经验 就是当一些公司 去到那么上一规模的时候 他就可以很微妙地影响到你的 很多的决定 包括当然医生最神圣的专业操守 可能都有时候要有少少的协议 好了 其实最有趣就是 那个医委会就说 这些是一个不正确的行医方法 呼吁他们如果发现有问题 医生就最好不要跟他的医疗保险公司 终止合约 是 没错 好了 你看到那间保险的董事总经理 马明安的回应 他说 合约是一种指引 就是他不可以死板板 到某数字就不准做 他说 如果你超过条款的规定 只要解释合理 亦都会被接纳的 他继续称呼 他说这个指引 并没有对医生构成的压力 因为你看到 其实他们的网络医生 有2200人 你说香港有注册医生 有多少位 6000人 大约 他说 如果医生真真正正认为 那个条款问题不再续约 只是有两个到三个医生 其实这里挺有趣的 如果香港医生 是真的跟医委会的想法一样 这些对病人是不公道的 他们应该退出 这是一个私人的合约 而为什么他们不退出呢 为什么他们2200人里面 还要坚持下去呢 他们是否认为商业的理由 比医疗的操守更重要呢 我觉得医委会 应该看看这个数据 想想香港医生的 就是他们的道德水准去到哪里 是吧 他会不会因为有钱 他就没有理 有你没有你 我就总之跟你合作 就继续续约 你可以看到 真真正正退出的人很少 两到三个医生而已 其他就照做 照做可以 那看回医疗保险方面 他刚才除了公关式的回应之外 是的 还有他们再说 就是他们遇到一些医生的情况 就是他们照单收拾药 是 总之你买了医疗保险 那原本譬如你可以补到万五元的 那医生的手术费只有一万 他都会收你万 是的 他真的照单收拾药 那我上个星期 跟金玉言私底下 他都跟我分享了 他女女入医院的情况 他说真的是这样 他拿了你的保单 就真的和你照单收拾药 就收到最贵的一个价钱 那所以他也都发觉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就要用种种的条款 去调整 去找医生那边 不要被他滥用 当然不要被他滥用 就变成了这个 公说公有利 婆说婆有利 所以他有这些指引 因为事实上 现在医疗保险被滥用的情况 是很普遍的 外国很多数字 我都看过 差不多有成四分之一的 政府那些医疗保险 是被人滥用的 医生滥用 病人滥用 每年有数以亿计的钱 是因此浪费了 是 那我们看到 现在香港政府 大家都 全媒生 常常都听到这些报道 香港医疗的经费 已经面临破产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 筹多些钱 是 那他们的做法 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鼓励多些人 是采用私人的医疗保险 那其实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在做这件事 那别人真的给你做 多些是推动私人的保险 而到时候 你又说他有问题 又叫他医生 不要跟他签约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死结 就是我们经常都想着 这个问题 就可以用私人的保险方法 来到補充 现在的官立医疗的不足 那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如果你看到 很快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根本是 问题更加多 完全是 都不会因此而解决得到的 那 是的 我想问一下 其实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面 说 那些医生开药 譬如只能30元 那些医生就在那里 就说 差不多什么都开不了的 那我们看报道 从医管局来说 他因为经费的问题 也都是 已经 很久都没有用贵药 是用一些便宜的了 那反过来 那便宜的 吃了呢 病情 又 改善的程度又会差一点 那病又又痛苦多一点 那其实 是不是现在我们的问题 是 我们 好像医管局那样 用了九成的资源去 去治疗疾病 只是用一成去 去提及别人如何预防疾病 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呢 很明显 就是我们整个医疗的 那个 那个手法 都是很少用在预防 那 而 世界卫生组织 最近的资料 其实呢 百分之六十的人的病 是跟我们的生活 那个方法有关的 那 而差不多是很少部分 是跟我们那个 遗传 比如说15个percent 取决于遗传 那 而那个25个percent 是取决于社会 和医疗条件的因素的 那就是这个体度 世界卫生组织的 研究小组已经说出来 我们个人的健康和寿命 60个percent 是取决于自己 那就是说 跟医疗服务的出施 其实是真的 不是那么大关系的 那 好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 这个有一个迷思 就是很多人经常想着 平药 贵药不好 那 其实大家都不了解 所谓贵药呢 贵药呢 就是叫做牌子 就是叫做name brand 那为什么那些药 会表贵和便宜呢 其实那药是一样的药 就是它那个 化学的成分 其实没有分别的 那它贵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它是 它那个所谓的 那个 paten 那个商标的期限 没有过 那通常呢 一个药厂是政府 通常是给它 20年的保障的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用多钱 来发掘了 或者研究一种新药 那希望你可以赚回那些钱 那给你呢 20年里面 是别人不可以抄袭的 那所谓贵药呢 就是这些所谓叫做 grand name的药 那便宜药呢 其实呢 是同一样化学物质 只不过呢 就是过了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 paten 的时间 那些药 那些药便可以被人抄 所以呢 就不是说便宜药 就是不好药 你记住 哦 这个分别不是完全是 就是药效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一些一样的化学物质 一些一样的药 心理问题 就只不过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那还有呢 是大家不了解的 是 那其实就是 就是 贵药呢 当然了 廣告做得多了 他们的推销在医生方面的力量大很多 那贵的原因呢 就不是说因为他药是好 他贵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那个商标的保证 那比他可以贵很多倍 那样 其实我又 听你这么说呢 我又想和听众分享一下 我看过一个 报告 他们在西方社会 开始了解到 那个 药效呢 其实跟那粒药是 可能没有什么 关系 而和你的脑 你怎么想的 那他做了一个实验 就把 两组病人 那些病都差不多的 然后两组病人 两组医生 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 在做一个测验的 那有一组病人和医生呢 就给了一些正常的药给他 是有药效的药 那另外一组呢 就他们骗着那些医生和病人 只是给一粒糖吃 是没有药效的 但是 结果出来呢 就令到他们很震惊 就是原来吃了药 和真药和没有药效的药 那些人 那个康复的程度呢 都是大致相同 都有七至八成的 那 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呢 就是 吃了真药的那些人呢 病犯法的机会 更大 吃了一些没有药效的那些病人 那他们就发觉原来 某程度上 如果当那些医生和病人 都相信他吃的药 是有效的时候呢 那粒药的那个有效程度 就是 跟他们成正比的 那是不是 会反映回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给人听 那粒药是便宜些 给他一个心理的状况 觉得 觉得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那就对病 就没有医的那么好呢 是不是这样看 多大 通常这些叫双重盲胀的研究呢 其实病者 和用药的医生 都不知道他用什么药 你刚才那段 你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如果用真药的病人 第一 他的疗下没有什么大分别 但是用真药的病人 他们的副作用似乎更多 只是给你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所有药都有副作用 不是说副作用 是无可避免的 是一定有的 所以药都有很多作用 对用的就是作用 不对用的就是副作用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 我上次几次都提及 其实最近 已经在医学界 有一位权威的医生 已经指出 其实我们目前所用的 很多的西药 其实不是说 所谓的 平药 其实用正确的 明厂药 其实真真正正的疗效 是可以说 基本上 对大部分的病 是低于一半有效的 所以这个就是 药物的争拗 其实我们 讲回来 都是讲医疗保险的问题 其实香港政府 讨论医疗保险问题 是有很多疑然的了 我记得在我早期 大概在1991的时候 香港政府 亦都是成立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目的 都是探讨一下 医疗的研疏的研究小组 看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长期 为医疗的融资方面 做得更加好的 当时他们的小组 大概有25人的成员 当初我看到他们的报告 小组的资料 也有研讨会 我也有参加的 最后我看到 他们有一个 很有趣的原则 曾经有些学者提出 我们医疗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 有几种原则 那几种原则 第一 就是要公平和平等 採用机会 不要说有钱人可以用得 穷人就用不到 第二 当然我要控制成本 第三 我们是要有自由选择 我们就是 哪个人用什么 起码有自由的选择权 第四 服务的质素要考虑 最后我们要善用资源 有人 我就不知哪里看到 有学者提出 这五点的 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医疗的保险 一定要达到这五个目的 我看看这个目的 我就在南华早报 大概在1991年 在4月19日 我就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 我说 其实根据你所希望 达到这个五个原则 我可以这么说 院士的现在构思 是在死的 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是这样 那当时呢 在报警司署 就有位 就是可能 他是召集 或者处理 这个小组的召集人 那他是叫 Tony Ma 那他就即时 就写了封讯给我 他说 我看到你南华早报 这篇文章 我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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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建立多好 那你可不可以 写一个建议书给我们 那这样 那于是乎 我就花了一段时间 就马上就把 一个建议书 大概14页字的建议书 那我就写了给他们 那没多久呢 我就收了 有两个外籍人士 那原来这两个外籍人士 都是保险公司的那些 即是高级的那些职员 那他们也都在 那24人 那25人小组那里 那其中一个呢 是Carlingford的 一个 就是副总裁之类的人 那他呢 就说呢 他说呢 我就有机会看到 你这份建议书 那我觉得呢 你说的资料 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又将这份资料呢 是 就是我一个私人的小档案 我认为是 确实有教值的资料 他说事实上呢 我这么多年来呢 都和你各下 抱有相同的观念 就是 虽然我只是直觉上感觉而已 但是我没有 我就没有办法 好像你各下 能够这么清晰 来表达出来的 那我知道呢 他说呢 在医学呢 医学呢 当然呢 是做过很多的发展 但是远代医学的具有侵犯性质呢 我觉得呢 它呢 违反自然了 那我相信呢 这方面呢 仍有很多 未被发现的伟大的 治疗的事物的 那 那 那 参加过多次的研究小组 的工作后呢 我对各下的所说的原则呢 就是 能够采纳你各下的原则呢 是不会乐观的 他说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利益 因此呢 我不会期待呢 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或者只是会到一些保险公司 加强一些管制啊 那样 就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 那 那这个呢 就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 那 那这位这位这位呢 那这位这位呢 那这位呢 当时呢 他就是 那就是 导许来到 啊 多谢我啦 那样 那我另外一份信呢 也是因为外籍人士 那也是保险公司的那些高级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 那些人 一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 其实政府只有一个讲字 一定不会有什么真正正的建议 结果当时我们看到 是完全没有任何建议的 Dr. 其实刚才你说的五点 都是很正路的东西 你觉得它是先天不足而令它一定会夭折? 因为我们看建议本身 第一 你说是公平和平等的采用机会 我们所谓讲的采用机会是什么呢? 譬如肾脏移植、洗腎、超音波来探测婴儿 或者满然一次的子宫目颈检查 脑电图、心电图、脊水的X方片 乳房X方片检查、电脑素描、磁力拱针、 心脏移植、冠状动物的搭桥、 长期注射的鱼岛素、 长期吃高血压的药 和病人服食的药、化学、化疗等等 坦白说 根本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提供到这些设施 因为根本贵到不可能 如果大家要用的时候 大家公平给你用 根本没可能 第一 供应不到 但最大问题 这些所谓的服务 本身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心脏和肾脏移植 其实好像俄罗斯轮盘 根本是行不行 都是不知道的 有些人行有些人不行 但有其他的方法 对这些病 心脏、肾脏病 都有帮助的 比如洗腎方面 一般来说 最多只是延迟寿命几年 体质会因此变得很差 好了 你说至于 孕虎照的超声波 其实这些做法 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1981年 美国的产科苦科 学院发表一篇文献 根本是从来没有一个 合规格的对照研究 就是洗腎所讲的 对照可以证实到 定期以超音波检查胎儿 是能够提高 婴儿出生时的质素的 用动物的研究 显示 发现这些超音波 可能会引致 神经肌肉发展的迟钝 情绪行为的转变 脑电波的转变 还有发育异常 和生存率下降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一般人 都经常觉得 在怀孕期间 时不时照一下镜 他以为是一件很好事的 其实他照的原因 都希望以为 我能够及早发现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及早发现 可以做一些事情 而外国已经 在科学上的 疑科 产科的学院 已经做过研究发现 是根本没有这一回事的 反而很多时候 因为做这些超音波的探测 反而会增加 你开刀分裂的手术 因为很多时候 你会得到错误的讯息 导致你以为有危险 导致有危险 那就马上就开刀 其实 其他 比如冠状动物的搭桥手术 第一 过程很缓慢 其实有很多时候 人们在手术过程中 会死亡 也很多人 做了没多久 几年之后 又重新出现 所以 其实 这种手术 虽然很多人用 很多手术医生去用 但是 其实它的真正效果 根本 不是有那么多好处 好处是非常之少的 还有一个 譬如胆固醇检查 有一个研究发现 如果长期用药 降低你的胆固醇 他只能够一生里面用药 只能够将那个生命延长了三日到十二个月 而这种这样的做法 是对一些危险 就是延龄的女人 就是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人 就稍微好一点 还有危险延龄的男士 就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士 带来是比较大的益处 所谓大的益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女人多活十二个月 男人多活七个月 而整个的研究显示 其实最后的死亡率 其实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但是就承受很大的痛苦 但是承受很大的痛苦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每年做很多这方面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 我们希望各个人 有平等机会採用的东西 其实本身的 都不是什么那么好的东西 那譬如其他 我们香港人很流行 就去做每年身体检查 其实他做的目的 都是以为他就可以 预防疾病 让他早点发现 在美国有一个 很大型的燃疏公司 好像Predential 他做过25年的调查 他当时是向两组人研究的 他们就一被几万的 受保的人 他就叫他每年 你就去做那个身体检查 我们燃疏公司都给了钱 每年都提示他去做的 另外几万人他就没有 没有去提示他们的 总之你有病 我们就帮你出展 帮你医 结果这两组人 在25年来 这两组人的患病率 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经常很渴望要求的医疗服务 其实根本是证实 都不是真的有那么有帮助 譬如腰部手术 发现其实百分之六十的 腰背痛做的腰部手术 是不必要的 而且效果都是一点都不高 反而用那些 譬如脊骨神经治疗 成本效益更加好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很多 这些医疗的服务 最终根本是没有帮不到我们 更何况我们这么王贵的医疗 如果大家都有机会用得到 可以这么说 是没有什么国家 是真正可以负担得起的 好了 或者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来一个小优先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这些这样的 就是很多医疗服务 我们个人都希望平均 就是公平来到平等 可以采用到的医疗服务 那本身其实都不是那么有价值 第一 我们都负担不了 其实我们在那个医疗 就是有什么解决呢 我曾经在强调我们的节目 就是希望是 有什么做得到呢 其实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会得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 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 我们要了解到 现时的所谓西医的医疗 在医疗在文明病的常见的疾病里面 是有很大局限的 就是其实 由于我们的医疗工业 以及对一些很多无知的公众 灌输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 譬如期望这些 就是我们个人都应该要做得到的 我们政府应该供应这些服务 令到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些服务不单止不能够满足他们健康上的需要 在财政上都是难以维持 只要当我们大家明白到医疗服务 不是等于健康 有医疗服务不是等于有健康 那它才能够认真地扶起自己的责任 做好预防疾病的准备 事实上其实现代的社会 大部分的疾病都是和生活方式有关 正我所说的联合国的报道 百分之六十 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责乏有关 那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 但是一旦染上了之后 就很难治愈的 那也都有些有方面的医疗服务 其实是证实有效的 譬如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所主流的西医所用的医疗服务 它最有效其实是灾难性的问题 意外 急性 断骨 流血不止 皮肤严重灼伤 急性的腹膜炎 急性的脑膜炎 那这些这样是 我们现时的西医可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医疗 的救急服务 但是这些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在文明人生活的 社会上的病例 是十分之一的 就是它能够处理得到 都是十分之一的 那当然我们认为 在现时的医疗制度的设计里面 这种这样的疾病 我们当然纳税人 是应该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这两种急性的 是对性命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保险制度 一定要先掌握这方面的 但我亦都要明白到 现时的流行的医疗方法 只不过是一种处理疾病的 其中一种医疗系统 是吧 那我们这种方法 其实正确地说 是属于一种 叫做对抗性的医疗方法 就是用一种对抗性的手法 来治病的 而它的医疗的理论 只不过是根据 是细菌致病学说 认为病是只要杀了菌 或者是抑制了 禁制这些病症 就叫做医好了 好像一个机器那样看 可以这样说 它也是一个机械式的来看 在哲学上 这种医疗的态度 叫做还原式的医疗态度 但是 要能够真真正正 达到一个公正的和平衡 其实我们大众 应该能够选择到 其他一些 比我们对抗性医疗 更加理想 有效 处理健康的医疗 很多传统的医疗 中医 中医 西草药 中草药 针灸 脊骨神经科 自然医疗 同学疗法 很多的座产市 其实这些医疗 对香港 都是已经过去 已经作出很大的贡献 而他们的收费 也是消费者 有能力和有愿意付出的 就是他们完全是没有资助之下 是大部分人 就会去采用的 就是说 他们所收的费用 真真正正是一般人 能够负担到的 而我们刚才 说的西医疗的费用 其实大部分人 在政府医疗 所接收的服务 我们只不过是 给了百分之三的 真正的费用 我们没有给足的 而其他百分之九十几 根本是纳税人 是要帮他们给的 可以说 如果我们要真正正正 确保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政府就应该通过 法执照的方法 证书 就重新 要定位医疗服务的范围 让很多传统的医疗 和对抗西医 是一起抗齐的 令到公众 不要误以为 只有西医 对抗性医疗 才是唯一最原始的制度 而明白到 其实 西医只不过在其中 在某种情况之下 是适宜得用 其实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有其他的医疗方法 那就是说 要解决我刚才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必须是采用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的态度 我们大家应该是善用 各方面的医疗方法 即是一个八家争名的方法 是的 这样才可以解决到的 所以现在我们说 为什么很多国家 有出现同样的医疗破产的问题 就是因为 他们很多国家 都没有采用多元化的医疗的做法 这个是导致医疗保险计划 弄到一败涂地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性的 不是只是香港这方面的国家 他现在香港尝试 他譬如将中医药 纳入这个管制 会不会越管越死呢 有些情况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 在某个程度上 其实很多中医 都觉得 政府的管制 是对他 政府承认他 有他的好处 但也有代价 这个代价 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将那些中医药 一块有问题 就立刻把它禁止 或者是不允许 其实用药的东西 如果用这个原则去看 西药每一只都是毒药 每一只都应该被禁止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西药都已经禁止了 但他们不会向西医 用这种手法 对他们 但对中草药来说 如果用西医的角度去管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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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出现中医 会有很多秘方 他们用药是很奇怪的 将每件东西混在一起 效果是意想不到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 他们一加一等于二 这种看法去做的时候 就很多时候 会将它滑一化 就没有了那种灵活性 和那种博大精心 就让它慢慢消灭了 是的 因为用中药 自然医疗方面 大家的哲学方面 其实是很不同的 西医是一种还原的主义 就是说 很多问题 将它还原到一个主要因素 由这个因素去了解它 但自然医疗 中草药 其实很多时候 是有多因素的处理的 你是不能够用西医的 研究药物的方法 是用于中医疏伤的 如果你这样用 是只会将中医的发展 和它发挥的能力 是局限了它的 而且它那个承传的问题 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 譬如爸爸是一个出名的中医师 那儿子想入行的时候 现在都是要考试 但是我听中医说 它最大的分别 中医是一个学徒制 类似一个学徒制去进行 我也亲身见过 一些中医是很出色的 但他们都说 他考不到中医的事 而他师傅都考不到中医的事 但也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好的医生 因为你始终 你看到 最近香港不是有一班狀元级的 是不是 考回考考都很厉害 其实考试是要懂得玩考试的游戏 我看回报纸 这些狀元是怎么读书的呢 他们真是为考试而读书的 他温考试的题目 很有系统地 重复地温书 其中一个学生 我会将一个课目 温十次每次一个小时 我就不会温一次十个小时 你会看到 他们会和一个伙伴一起学习 你会看到 要一次过考试试 需要的策略 跟你在实在行医所 要做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的人 考试还是考试 我都考过很多次 我接触神经科学的时候 要读考试 不再而之后 又要再考执业试 我读自然医疗 又重生 又要再考试 其实我都很习惯考试 但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考试要求 叫做一次过 就要考完 很多科 一次过 而实际上 很多人 可以这样说 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中医 他已经不懂得 玩考试这个游戏 而实际上 跟他平时 真正行医所需要的知识 根本是很不同的 那你愿不愿意 发一年时间 去恶性补习 我认识很多朋友 是这样的 他是会一年时间 他什么都不用做 去补习 是为了考 考之后 他有没有做呢 他都不会做的 那即是说 考牌的能力 和行医的能力 可以说 是不一定吻合的 所以 我们要求 要考这些事情 其实 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 我们收到一个 ICQ朋友的问题 好了 他 Fly Dragon 他说 近年来 医管局 看医生 药物的品质 不单止 没有什么药效 而且用药 只是三天这么少 可以的话 去药房 买药都没有那么差 所以很多人觉得 买一份医疗保险有好处 还有 可以用药 是多些 服务 是有 医生本人保证的质素 可惜医疗保险公司 近年来限制医生的用药 又限制转介专科 真的 不知看什么医生才好 除非自己考过医生牌 否则我们的小市民 只要是望上天打架 我觉得 Fly Dragon 其实有一件事 你就不用担心 如果我给你一些资料 全世界 最健康的长寿村的人 是没有医疗服务的 全世界 有好几个地方 每当医生罢工 死亡都必然减低 所以 你要了解到 其实很多病不是要靠医生的 很多病不是要靠食药 很多病不是要靠食药的 很多病不是说 食多个三天药 你的病才会好 现在今时今日 在美国有个资料 每年死在西药方面 有十几万人 其实你只吃三天药 可以这样说 既然药都没有什么效果 有那么多副作用 其实食少点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了 这个讲法 和你的心目中想的 也有点不同 我想大家去了解到 医疗服务 是和健康不是成正比的 就是不是有医疗服务 有药吃 有针打 就等于你健康一些 这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讯息 因为全世界医疗服务 多的地方 反而健康 是绝对不因此而建具而好的 所以我们了解到 其实 我们不是说要靠医疗服务 我们是要了解到 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有事的时候 不只是靠食药 打针这么简单 是 医疗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 人类 香港社会 很多这些问题 好像搞了很多十年都搞不成 其实背后的原因 就是很明显 我们很多时候 根本都不了解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亦都加上 我们很多时候 会依赖行内的专科 各行的专业人士去解决 而我觉得 为什么这些很多问题 解决不了呢 就是因为很多这些问题 都是这些所谓 行内的专业人士 是设计出来的 是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一了解到 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要跨越 这些所谓专家的 给我们的答案 那我们自己是 用一些所谓 常理去了解这个问题 当然 我也有希望 拿到一些背后的资讯 那我们才能够了解到问题 是从而解决得到的 所以香港更好大行动 我们常常强调 其实很多问题 是一点都不复杂的 复杂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被人搞得它复杂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 就是一步步 用这个四步曲 我常常说 第一步就是 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香港医疗问题 是不是不够钱 那是不是有钱 可以解决到呢 那很明显 全世界用钱 比香港用多很多倍的国家 都没有因此解决到 那所以我就很强调 就是说 根本就不是用钱 就是解决到 人家再用多十倍 都不会解决到的 那所以最重要 知道到底问题是什么 我刚才说出第一点 我们的公平 和平等採用机会 那我们所要 希望採用很多 这些所谓医疗的设施 服务 洗神 换神 心电图 那个 换心 滋液 之类 长期吃那些 胰倒素 长期吃那些高血压药 因为这些病一有好之后 在西医现时的处理方法 是不会好的 就是你吃到 你死 那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 那我们是否真的要 争取平等 争取这些服务的机会 那这些比得你离开 根本是对你健康 一点都没有好 那所以很明显 我们不是说要 要寻求平等 公平和平等採用机会 那这个 我就是当时 我文章上的博弃 其实是死定的 这个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我给你做到 都死定了 就是这个 这个其中一个 我们的点 那其实解决的方法 就是 就是实践所提及了 解决的方法 我要了解 其实世界上的医疗 是很多方面的 西医是只不过 是对一些创伤性 断骨 流血不止 急性的毛病 是有 有帮助的疗效的 那就是说 但是这个 只不过文明人社会 的十分之病 那而其他 十分之八 十分之九的病 那很明显 地球上一定有 其他有效的医疗存在 那所以说 要解决 那个香港医疗的问题 其中一个方向 就一定 是要将医疗多元化 我们应该 是适当地 是采取不同的医疗 腰背痛方面 骨神经方面 在这方面 已经是证实 那个效果 是比开刀更加好的 那我们針灸 中草药 食疗 其实医疗是很多犯的 所以我们说 其中一个 我们要学到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这方面 就是要推荐多元化的医疗 那去到传统智慧 也是预防性于治疗 就是最好 是的 这个是 由头都是这样说 因为真的很多 民人病 譬如癌症 心脏病 你游了之后 根本就很难去医 好了 Find Dragon又再说 他说 今天新闻报道 其实我都好像 我在电地铁 因为我来的时候都听到 他说 含有一些副作用的物质 我直觉上 觉得中药本身 含有不同的成分 有点少 可以验得到的副作用的物质 就禁用 但是中药有很多 检验不到的成分 就被抹杀 不知道几位 对这件事有什么看 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其实那件事就是这样 其实他说 市面上很多白鳳丸 含有很多西药的成分 因为它有西药的成分 它只需这些西药成分 有很危险的 有副作用的 长服就会对肝脏有影响的 本身是一个很严重副作用的西药 所以他就要将这些白鳳丸回收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 第一 其实他所谓的问题 不是中药的问题 他只不过 这些中药是参加了西药 因为这些中药参加了两种西药的成分 而这个西药是很危险的 有副作用的 所以这个中药就要被抹走 我会问一下 到底这两种西药 在一般的西药是否用的呢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是否用的呢 是的 如果在他们就能用的 因为你进入中药 就要被禁止回收 所以这个逻辑在哪里呢 是不是 这种西药在西药配方之下 就没有副作用的呢 是会立刻变得没有副作用的呢 是长食也没有事的呢 而一在中药成分里面 混合了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危险的药物呢 所以大家香港市民 如果有少少的常理去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来的 是不是 这些西药不是禁药来的 他没有说他禁药 他只不过呢 你含有西药 你是中药 你含有西药 西药有副作用很危险 所以你中药就要回收 但是呢 既然这些这么危险的西药 那为什么西药可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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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真的要用多些独立思考 不过 其实这些这样的资料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知道 就是我们不是主要人士 那我也不知道西药是什么 其实呢 其实这里 你不需要专业的知识 其实你用回它的片面 就是表面所说的理由 就是你已经想到了 就是他说 我们发现百逢远有多少牌子 他说很多牌子 我在仔细听到的 那这些牌子呢 就含有这两种的西药成犯 那他说了一个学名的 我都不记得了 这个是某种法学的名称 那这些名称 这些药呢 如果长期吃呢 就有危险的 会伤肾伤 伤肝 那就是一个 就是有毒性的药物 那这种毒性的西药 因为它是西药 而它也都承认了 西药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很危险的 那所以呢 这个中乘药有西药 就要禁了 要回收了 有些大洗超 那就是很明显的 但他没有说 这个西药是禁药 如果你说这个西药是禁药 那我大家都觉得 应该啦 西药都不准用的了 但这个西药 这些西药的成分 在西药那里 是绝对可以用得到的 是可以给病人用的 但如果既然那么危险的话 那为什么西药那里 又不危险呢 就是我经常说 是不是西药那样的能力呢 在他的写子之下 配得出来呢 他的姑娘给得到你呢 这个药呢 就点金了之后 就没有副作用呢 变成先丹呢 是 其实呢 整件事呢 你是不需要专业知识的 你只不可以看它的简单逻辑的 我给回上 上几个月呢 有一篇文章呢 那篇文章呢 就是那些SPA 那些SPA 那些SPA 那他呢 有很多人接收 消费者会员 接收很多投诉 那其中有个投诉呢 就 其实大部分是金钱的 他只是说金钱的 但其中有个投诉呢 在金钱上的投诉之下呢 他说呢 他就 说呢 这个SPA 那个油水池呢 他不干净 因为呢 他用了之后呢 他周身痕 那他呢 暗时呢 他们可能呢 他都不换水的 好了 那这篇文章一句是这样写的 他呢 就是访问一个皮肤科医生 那皮肤科医生呢 当然了 强调啦 就是如果骚髒的水呢 是有问题啦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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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美容院那些 如果那些水不干净呢 是对公众构成的危险的 那有一段了 好像很合理的 你听着很合理的 那第三段了 第三段呢 那消费者委员会呢 就说呢 我们要立力管制这些 这样的美容院 这些所谓的SPA 那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 处理方法就是这一样东西 那你三样东西看得到呢 就说呢 因为这个SPA 是有人投诉 那呢 就说投诉水不干净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进去用了这些水之后呢 他呢 就有皮肤闲 那这样 那接着一个皮肤科医生呢 就说很多的病菌 水里面找到的病菌 那这样 那当然呢 这些菌在水里是不好的 那应该呢 就是要好地处理消毒 这些 要整净一些水 才可以给客人用 那这样 那于是乎呢 这个问题出现呢 那消费者委员会呢 就建议呢 就要立例管制他 那那你看这个的表面呢 就是这样 那你分析一下呢 其实很好笑的 其实根本是从来 没有人投诉 他的水不干净的 所有人投诉呢 说金钱上的增压 很多美容院的投诉 其实是说金钱而已 是不是 寄人给很多钱 接着呢 就没有这个服务 或者就是用这些手法 其实是商业的行为手法 那就是一样东西 根本呢 这个就需要少少专业的知识了 因为呢 根本呢 没有细菌呢 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浸了之后 令你皮肤痕的 知道吗 没有的 即是没有细菌呢 是可以说你浸在细菌 接触细菌之下 你皮肤会痕的 所以根本呢 那个起因 皮肤痕的起因 不是细菌 皮肤痕的起因 最大的起因 就是这些消毒药水 消毒药水呢 如果我多 有些人对消毒药水敏感的 那这些反而是呢 这些美容院可能用很大量的消毒药水 来到符合所有卫生的设施 要杀杀这些菌 那这些消毒药水呢 是可以呢 在你接触十五分钟 几分钟之内 就是令你皮肤痕的 是细菌是不能够令你皮肤痕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表面文章 你一看呢 就是它的讯息呢 和它的真正背后的问题 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避免那些人皮肤痕呢 你就不要用那么多的消毒药水 那如果新的条例呢 是要管制它们 就是说呢 你有没有及时消毒啊 用多少分量啊之类之类之类 反而就令到它 其实呢 反而你皮肤敏感痕的 就是 从来都没有想过是这样看的 那你看看的 那你看看这些这样的资料呢 你看到呢 很多这些这样子是此时而非 根本问题完全不在这里 那为什么我经常强调呢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根本不看到问题的根源呢 我们做了很多立那些 很多无论的法例呢 其实根本呢 这个问题呢 是一点都不会解决 是只会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问题是全世界上升的 为什么全世界都不会解决呢 因为全世界所走的那条路呢 都不能够正视到问题的根源 那为什么香港出路 我们希望能够分析给你看呢 我们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其实如果我们 我们认为呢 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准确 那我们的答案呢 是绝对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但是问题呢 我这个答案给了出去呢 这两位外籍人士 在当时那个小组的人士 他说呢 根本不会有人接纳的 根本不会采纳的 虽然他认为 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答案是非常之对的 正确的 但他心里说呢 他根本不会接纳的 因为为什么呢 整个医疗问题呢 都是有这几个利益的人士 是制造出来 是令到他自肥的嘛 整个医疗的那个制度 不是帮助香港人 争取健康的嘛 那所以呢 真真正正能够 令人回复健康 而对他们的 所谓的利益的人 不利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不会采纳的 但是他们 他们是说 是为了你健康的喔 这个是一个 一个金招牌 是不是 就是为民请命啊 保障大众健康啊 那很多时候呢 香港很多这些 无谓的法例呢 都是用这些这样的借口的 那大问题呢 这些这样的法例 成立了之后呢 对消费者的 那个选择权益呢 是其实更大的伤害的 那我们会不去 我们会一直呢 就会在 就是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个 就是很多问题的 背后的那个原因 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立了很多 这些无谓的法例呢 其实最终呢 是益一些 记得人士 记得的专业人士的 是对消费者 是他们一个犧牲品来的 但是呢 藉口呢 就永远就说是帮他们的 好了 那其实呢 我们很多的 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呢 我已经只是讲到第一点了 那很可能呢 我们都要 带到下一次呢 就继续讨论 因为呢 那个医疗那个 保险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这个是世界性的问题的 那刚才我讲 除了这个1991年 政府的小组研究 那不得了之 完全没有什么报告出现过 那跟着呢 就是 就是前景而明的哈佛呢 美国邀请了一个教授来 那肖教授呢 来到帮香港分析 基本上 他的分析说呢 其实呢 我们香港呢 如果继续用 就是现时的收费方法呢 在大约16年之内呢 我们大约会有医疗的那个 那个 规划 走成 二百六十几亿的 是 那就是看到了 就是结果呢 他们都提议到呢 就是强迫性啦 大家帮一下手啦 大家出一下钱啦 来到做呢 那结果呢 都没有人赞成的 暂时都做不到 赞人赞不到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没有人赞成呢 因为他所说的 完全没有新意的 是吧 就是用多些钱 那美国用都比香港 多成很多倍啦 是吧 起码差不多 可以多成七八倍 那美国问题 没有解决到呢 一点都没有解决 那就是呢 完全没有人想到的问题 根源 根本不是不够钱的问题 但是医管工来说 都是近这一年才开始 比较紧紧地去切一些预算 譬如说 拿药 那些长期病患者 要分开两次拿 不可以一次拿 怕他们浪费了药 或者不吃 但是我有个亲身经验 就是以前我爹地心脏病 那去到 拿药呢 真的好像去supermarket 那样 就一抽二抽 那样拿回去 是啊 但是基本上 一个月 一个月 是的 是多到都吃不完的 他有些他可能 甚至觉得是不需要 但是他都给了你先 是 但是和现在这个 突然间他收紧 这个资源的费费 又很奇怪 为什么不做 这样做呢 其实呢 这个 就是那个 资源 那个资源 那个开销 那个问题 其实留得很历史的了 那 那 就是今天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其实呢 我们只能够留下一次 那我们会停 大概两个星期 因为我不是在香港 那我两个星期之后呢 再和大家继续探到 原始香港的医疗问题 我们怎么去克服 那其实这个保险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啊 OK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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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